香港反送中人士昨天晚间在许多地方同时放映一部纪录片 这个片名叫做乌克兰自由之战 好 那为何选上这一部片呢 因为乌克兰2013年曾经有发生广场革命 跟香港的抗争活动从事发原因到冲突过程几乎是如出一撤 而且乌克兰的这场革命在93天之后有收割胜利果实 更让许多香港人燃起希望 声情民众紧盯一幕 香港民众29号发起遍地开花放映会 全港30多个地方同步登场 究竟是哪部电影引起港人共鸣 原来领冬烈火乌克兰自由之战 这部纪录片还原2003年时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 为了向俄罗斯输成 私下否决签署欧盟自由贸易协议 让民众份额上街 一开始乌克兰民众和平示威 就像香港民众刚开始的反送中游行 气愤和平 不过紧张情势突然升高 巧合的是香港的抗争背景和乌克兰如出一撤 就连冲突过程也像是异地重演 最初相信和平示威能有改变换来却是武力镇压 催泪淡如雨下警方无令清场相同画面在香港上演 警方和示威者打成一团 严格四处乱窜 如同战场画面每个星期都在街头重现 每次示威都演变成更血腥的冲突 乌克兰当局最后连示威都禁止 连戴头盔面具都算违法 对照最近传出港府可能引用紧急法 来对付反送中活动 让港人心有戏气焉 现在就连Winter on Fire纪录片导演也发出公开信 鼓励香港坚强团结 当年乌克兰93天的抗争 牺牲125条人命 逼得当时乌克兰总统下台流亡俄罗斯 镇压示威者的别尔库特特种部队也永久解散 然而香港反送中活动已持续90天 能否重演乌克兰奇迹波乱反正 已经点燃港人心中的希望之光 三地新闻 烂远红报导